这只鸡可是正宗的跑山鸡 在江西跑了两年 然后又远复千里 跑到四川了 今天我们就要来整一个江西风味 非常有名的雌化鸡 据说当地的食材带到外地 总是做不出那种味道来 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鸡肉是提前处理干净的 清洗一下就可以 还是在江西打整的 下锅的话 先给它煮熟 丢几片姜 葱 料酒 把盖子扛起来 烧开后用小火煮五十分钟先 因为这只鸡比较老 扬了两年 鸡肉的时间煮来差不多了 用筷子剁一下 看剁进去趴没有 就知道煮熟了没有 捞出来自然冷却就可以了 鸡肉稍有冷却过后 来窄一下 这么黄就和放的枝子一样的 别说枝子了 还有点像放的那个柠檬黄 再来准备几根蒜米 老扣轻轻地配一下 切成这样的长节 这里还有一个特色的调料 江西的剁辣椒 也叫酸辣椒 是做这道菜的灵魂 再来准备几个红辣椒 就这样切开就可以了 再稍微的炸一下 锅里来一点95号的菜籽油 不要太多 煮鸡肉的这个汤 不要倒了 等一会儿要用的 先下这个鸡肉 来几片老姜 再来一点剁辣椒 哇 这个辣椒下去 味道立马就出来了 有点辣哦 炒香后 加入这个鸡汤 烧开了 来上一点盐 糖 酱油 生抽的 转中火 焯过8分钟左右 把辣椒的味道 焯到鸡肉里面去 鸡肉烧来差不多了 把红辣椒放下去 蒜米里也倒下去 起锅前来上一点糯米醋 因为这个是用鸡汤烧的 所以就不用再放那个鸡精味精的 活转活转的 基本上就可以关火出锅 咱们今天的江西菜 雌化鸡就做好了 看这个样子还是很像的 吃些的话味道绝对不会差 具体一不一样的话 就只有等一会儿 尝了才知道了 没有吃过的朋友 或者说喜欢吃这种方法的朋友 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告一下 吃鸡肉烧 我尝一下看 味道真不真增 没有放鸡山椒 太辣呀 我想再放鸡山椒 嗯 也不辣 那还要好辣哦 不辣 笑着嘞 要放鸡肉烧 要放鸡肉烧 这不真软 不真软 好 然后再吃一会儿 还吃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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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真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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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两个人 嗯 嗯 有手呀 你真是你嘛 你真是你感觉 你真是呀 你真是呀